嗨,大家好,我是野村阿郎 今天陆续要为大家介绍 河掌村下集 延续上一集 我们从金泽市区出发 搭乘巴士前往白川乡河掌村 于早上十点抵达 预计在此停留四个小时 下午两点再搭乘巴士前往高山 预计三点半抵达高山超级酒店 在展望台停留大概半个小时 我们就搭乘介绊巴士下山 那就陆续逛了世界遗产的建筑群 像是和田家、神田家、常奈家 还有一些文物馆 之后就搭乘巴士前往高山 第一站我们来到和田家 他是需要收门票的哦 大人400小孩200 营业时间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 现场有提供QR Code 少了QR Code之后会有一些简单的说明 不过都是以日文为主哦 如果是团体的话建议在三天前以Email或者是电话预约哦 虽然他没有人数上的限制 不过以这种400年左右的股基建议如果是团体的话 还是先预约比较好 店家比较好掌握参观的人数哦 我觉得花400日币的门票的费用还蛮划算的 可以了解到他们以往是怎么生活 怎么在这个冰天雪地里克服这样的困难 然后生活在这里 现场有分客厅、餐厅、卧室、厨房还有仓库 那仓库的话是在最顶楼最上面 我想应该是怕招小偷吧 参观的过程中 发现从仓库的窗户往下望 视野非常好 搭配河巡的阳光配上河掌村的景色 整个人非常心旷神怡哦 据我所知这里的居民当初会来到这里生活 主要是为了躲避战乱 在这荒郊野外崇山峻岭 敌人比较不会找到这里来 也因为这里有长达将近五个月的雪季 所以这样子的建筑方式比较能挡欲寒风 加上这里前不着春后不着天 经过三四百年后就这样保存下来了 也因为冬季的好雪 所以屋顶会做得比较倾斜 主要也是让雪可以轻易的滑落 比较不会积在屋顶而塌陷 屋顶上的稻草也是有保存期限的哦 一般来说大概三四十年就要更换一次 每到更换的时间 几乎整个村庄都会协助同心协力来更换 记得二十几年前 NHK有实际转播过稻草的更换的过程哦 那时候电视机前的我觉得好新鲜啊 有朝一日我也要去现场看看 真没想到就这样达成了 因为是世界文化遗产 加上整个建筑的材料都是易燃物 所以整个村庄都设有自动洒水的消防设施哦 不然等到有状况发生再打119 再等消防队来 我看应该也都缓不济及了 逛一个和田家就逛了半个多小时 所以建议有要来和长村的朋友 起码要抓六个小时停留时间哦 行前的规划我们有参考旅行社的安排 一般来讲都只停留两个小时 没有想到我们四个小时还不够逛 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所以这一点可能要提醒大家 起码要保留六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哦 接下来是神田家 门票的资讯大人小孩一样都是400跟200 营业的时间也是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 门口刚好有一棵树 树上积了白雪 感觉蛮有趣的 所以我们就留在这里拍了好几张照片 再来是常奈家 常奈家比较便宜 大人300 小孩150 曾经在2001年的时候 有开放过让一般的民众协助更换稻草哦 感觉蛮有趣的 如果有机会我也想要去参加 当然如果你想要省旅费 不想花门票的钱 那你要在外面走走逛逛拍照 也是OK的 毕竟你能抵达这里 无论你是自驾或者搭巴士 都是不简单啊 所以在这里走走逛逛拍照 其实也很心满意足 名善事呢 门票大人300小孩150 营业时间也是9点到5点 主要展示的是一楼是生活的起居 二楼是生活上会用到的一些工具 我们预定的巴士是下午2点 现在已经1点50左右了 所以我们要赶快回到巴士搭乘的地方 不然巴士开走了 我们可能就要入宿街头了 北路之旅第四集就先到这边 别忘了多多帮我们分享 那也要记得按赞订阅跟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期见到这边 感谢观看